大家好 我是Patricia 咱们今天吃西葫芦鸡蛋馅的素的 老北京搭乱火烧 看着这个金黄酥脆的样子 有没有馋到您呢 好吧 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先来和面 把这个面 这是300克的面粉 一分为二 然后我们用这个差不多90度左右的热水 先把烫这一面 这是一半我们用这个热水和面 好 这一半呢 我们用差不多凉水来和面 这样和出来的面呢 非常的柔软 现在呢 我们再倒入差不多10克左右的植物油 这样呢 这个面呢就更柔软滋润了 OK 现在我们下手去把它和成一个 非常光滑的面团 看看 其实揉几下就基本上就揉出来了 不过呢 你要让它光滑还差一点 所以呢我们现在不急 先给它盖上盖呢 醒个10分钟 我们再来揉它 就非常好揉了啊 好了 10分钟到了啊 我们现在来 再给它揉的更细腻一点 看看 拆揉了几下啊 就非常的好了啊 现在呢我们给它表面呢 刷一点油呢 给它封住它的这个 封住这个面团呢 让它保住着它的水分啊 行了 我们现在就呢 给它盖上盖呢 醒它一个小时 今天这个馅呢 我们不想吃肉的 我们来做这个西葫芦鸡蛋馅的啊 素的啊 来先把这个西葫芦呢 都给它去了皮 好了 现在我们西葫芦给它洗干净以后呢 就用一个擦丝器呢 把它都擦成丝 好了 擦好了这丝呢 我们现在就给它来个 两勺盐啊 把它杀出这个它里边的水 不然做出来那个馅呢 水水的就不好吃了啊 两勺就可以了 给它搅拌均匀 腌制它差不多十来分钟啊 让它出水 好了 现在这个西葫芦呢 已经你看都腌出水来了啊 我们为了好钻呢 我们可以拿一个踢布啊 这样 看吧 好 把钻完的放到这个 赶紧盆里 好了 这个西葫芦呢 钻干水分以后呢 我们给它倒一点油 这样能够更好的锁住它的水分啊 那碗中呢 打入三个鸡蛋 现在用一个不粘的锅啊 多倒一点油 这个油基本上已经热了啊 不用特热啊 油太热了呀 那鸡蛋容易老 就这样 把这个干了的往前推 让它这个液体再留下来 好了 现在就可以把它慢慢的给它划散了 那这样就可以了啊 拿个铲子 稍微给它剁成小酥 不用它晾凉 再跟那个馅去拌啊 鸡蛋现在弄好了以后 我们现在就给它切一点葱花啊 先把这鸡蛋倒进去 这俩都黄的一块去了啊 今天这西葫芦就是黄色的 好了 然后呢 再倒入这个葱花 哎 终于来点绿了啊 倒入一些这个十三香啊 增加点它的香度 然后呢 倒上香油 再倒一点白胡椒粉 这就基本的调味就这样了 然后盐呢 我们等到快包之前再放啊 怕它再次出水 买来的葱不够绿啊 你看 我从我们家地里啊 又弄了一些小葱 嘿 增加点它的绿色啊 我们把它倒在一个这个 带盖的这个玻璃盒里头 我们给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冰一下 这个面呢 也醒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了啊 看看它延展度 还不错吧 还不错 OK 拿出来 这个面呢 也不需要再手揉了啊 因为它已经醒的很好了 我们就从中间给它 来掐一个洞 好 我们现在给它揉一揉 然后呢 你就给它切成你想要弄的 像比我们包饺子呢 再大一点啊 我就手揪了啊 像这么大一个 这么大一个 比包饺子大一号的 小剂子我们就都揪好了啊 揪好了以后呢 你也不用去揉它啊 就稍微给它 稍微这样 弄一弄把它 弄光光流了就行了啊 表面给它光滑了就行了啊 就拿保鲜膜盖上 再醒它十分钟啊 一锅这个红薯小米粥啊 哎呀真棒 配这个搭脸火兽是绝配啊 好了我们现在要开始包了啊 所以呢我们就放上一勺盐 不用太多盐啊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杀过盐了啊 面具已经都醒好了 我们现在呢 把上稍微低一点油啊 这样它就更好擀了 好 给它擀成一个长的啊 给它弄成 因为我们这个搭脸火兽是个长的啊 所以给它拉长一点 好 然后上下 擀开给它擀薄啊 好了 看多薄 这么薄的皮啊 行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要包了 我们往里面放多一点馅啊 放在中间啊 肠子 多点馅好吃哦 往中间聚拢一下 然后我们就低了起来 就给它包起来了 看见没有 包起来了 卷起来 然后把两边呢 一定要给它 摁上啊 好 两边这个呢 给它往上一合 就像一个老北京的搭脸一样 所以为什么这就叫搭脸火烧 这一个火烧就做好了啊 咱这薄皮大馅包的 看看 真过瘾啊 好 两边一按 看吧 把它翻一个 然后把按的这个再窝上来 这就是搭脸 OK 一个搭脸火烧就做好了 现在呢我们就锅中倒点油啊 锅热了啊 锅热了啊 锅热了我们现在就把它这收口朝下这儿 先摆上啊 最好别让它们粘上 好吧 就烙五个面那面怎么样了 因为我们这个 嘿 漂亮 你看我们这个都是 里边是鸡蛋和七葫芦馅呢 都是 基本上都是熟的啊 所以呢 不用 不要让它们粘上 还有呢 这个面呢 也是基本上是半烫面 所以呢 特别容易熟 这面金黄了 我们就给它翻一个面啊 看看刚才这两面都已经金黄了 我把这个 侧面再给它稍微立着再煎一下 嗯 马上就焦了啊 来这面 漂亮 哇这金黄的 胖嘟嘟的 这哪抵御的了啊 这四面 金黄啊 看看 哎呀 太漂亮了 不能再烙了啊 出锅 我们再把这一锅给它烙了 我们就可以开吃了 看看 一个个金黄酥脆啊 烙的 哎呀 馋 馋死了 出锅 哎呀漂亮 出锅出锅出锅 我们的搭了火手就做好了啊 看看这皮薄的 馅都能透出来啊 煎的金黄酥脆的 哇 哇 鸡蛋鸡葫芦馅 太香啊 看看咱这皮 薄皮大馅啊 我们这可比买的那个馅 鼓流多了 咱蘸上一个咱这个 专门调配好的一个醋蒜笛 哎呀 还熬了一锅这个红薯小米粥 哇塞 看看啊 香不香 哇 馋死人了 这个家常的美食真是最让人心动的美食 太香了 有兴趣的朋友自己也来试试吧 有什么问题可以发这个问题在我的视频下方 好啦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给我点赞加分享哦